傅人倒完垃圾准备回家 黑衣男却全程紧跟 还不断转头查看 下一秒伸出手 抢走金项链后落荒而逃 被黑人被吓到 惊声尖叫大喊抢劫 靠边 靠边 停下来 停下来 警方复播展开追查 锁定设案车辆 一发现目标出现 立刻呵斥 要他靠边停下 你站住在哪里 站住在哪里啊 整个人被压制在地 上口逮捕 嘴巴却很硬 不肯老实交代 刚刚做了什么事 但所有过程都已经被拍下 警方调查后发现 嫌犯先在新北市土城 用自备钥匙偷走路边机车 沿路起草板橋 寻找下手目标 翻案后跑去迎楼点档 得手一千三百元 钱都还来不及花 就遭到警方拦截围捕 他整个尾销的时间 非常的短 从监视器画面看来 应该是随机来做一个犯案 案件发生之后 迅速在四十五分钟之内 宣告破案 今年二十九岁的正姓嫌犯 目前无业有窃盗和毒品前科 今年一月才刚出狱 没有开郭自新 还当街行抢 得再次回去吃老饭